欣欣 你什么时候正确的把寒假作业做完 咱们就什么时候回老家 你看看你的数学底错了多少 哎呦我去 啊 欣欣刚放假你就让他写寒假作业 让他玩几天嘛 教育局现在都要求给孩子减负 要求还孩子一个愉快的童年 怎么 你比教育愉快的 爸爸 你误会妈妈了 是我昨天说想回到家的时候不写作业 跟老家的小伙伴一起玩的 所以妈妈才督促 听到了没 哎 梅姐 你上次想吃那个 番茄 不是番茄鱼 就是酸菜鱼 你现在还想不想吃 我们下班就这样 吃你个脑子 欣欣 咱别理你吧 咱们继续讲题 妈妈不是说了吗 你虽然已经放寒假了 但是爸爸妈妈还是要工作的 你做完每一页寒假作业 你就用这个 把你写过的寒假作业过一遍 拍个照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按照妈妈说的来呢 反正你就记得 不会的题目你都能问 别管什么数学应用题 英语啊 语文写作啥的 你都能问 爸爸 这个还真的什么都能问 上一次我还问他 事实上到底有没有automine呢 行了吧 妈妈我知道了 我一定把心子秀得好正确 把寒假作业早点写完 行 你好好写作业吧 老婆 我们出去吧 嗯 别打二星星写作业了 你不是想吃三大鱼吗 我先把三大鱼回来给你吃 走吧 老婆你个头啊 你不分青红皱白就过来凶我 我看老虎过的话为你当我是笔猫啊 大鱼 workers 好吧